甚至美国现在策略这个方案 支持暴徒是一个很坏的例子 别有用心 借着现在我们香港出现一些社会的动乱 或者一些社会不安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是透过其他一些人权公义知名 在香港里面 是捞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些政治的利益 但他们这些做法或者策略 是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效果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的繁荣花展 是全世界人有目共睹的 美国来出台这么一个华案 正好是暴露它在香港这个事务上 他们的这个险恶用心 想来达到颠覆一国两制 想来迫害香港的长期的环容稳定 我觉得是绝对是 好对我们不公平 也都是他们粗暴干预 我们本身香港 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强大 所以我们香港人更加要珍惜 有祖国做我们的一个后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